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收看《咨询奉告》 今集邀请到市政署代表陈善芳小姐上来的节目 陈小姐 你好 农历九月初九是中国传统节日重阳节 按照习族不少孝子言孙都会登山素墓 布教亲恩 在制造期间,素墓人士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从阳节即将来临 市政署在此提醒各位市民 在拜祭先人时 向逐勉强应该放在坟墙设置的化宝盘内燃烧 并且确保火种完全熄灭才可以离去 另外,根据现行第37邪惑2003号行政法规 坟墙管理、运作及监管规章的规定 坟墙内禁止延放炮粥 宋墓人士离开前 必须清理所有制品、垃圾和花瓶内的积水 以免蚊虫滋生 同时,需遵守现场工作人员的指示 避免发生意外 在素墓期间,如果有人直辞提供服务 而受到骚扰,应该如何处理? 任何人士,包括本署的人员 都不可以在公共坟墙范围内 直辞提供服务 以撒取报酬或利事 宋墓人士,如果受到滋扰 可以即时向驻守坟墙的本署职员反映或报警求助 如果市民为先人申请的墓地使用权 就快戒满,应该办理什么手续? 根据现行第37邪惑2003日行政法规的相关规定 利害关系人必须在墓地使用权 7年戒满前的3个月内向本署提出申请 以便于在戒满后6个月内选定1日进行起葬 或副具理由说明提出延期起葬最多1年的申请 如利害关系人没有在上述期间提出起葬或延期申请 侧需缴付以双倍计算的延长墓地使用权一年的费用 亦即3,000澳门元,另加10%的印花税,方可进行起葬 除了传统骨极箱和骨灰箱等安葬方式之外 市民还可以有什么选择? 本署近年先后推出骨极火化服务和树葬服务 火化后的骨灰存放更安全卫生 而且可以减少土地资源的占用 另一方面,市民也可以为先人选择进行环保树葬 将先人的骨灰埋葬在沙江纪念花园 让先人回归自然 有关服务自推出以来 持续收到市民查询和申请 为进一步鼓励和推广有关服务 本署现将骨极火化服务和树葬服务的 豁免收费期限延长至本年12月31日 市民如果对于墳墙事务或相关手续有任何疑问 欢迎在办公时间致电8294-2651或2833-7676查询 今天谢谢陈小姐 别客气 节目时间到了,再会 没关系 amun